最近好多粉丝都在问 为何这货很久没有出镜呢 因为他的脾气实在是太暴躁了 别看他现在在我后面穷追不舍 大家不要误以为他对我感情好 所以说他一直追着我 那你们就错了 其实他是想咬我的脚 但是他又不愿意飞 所以说就在后面一直用两条腿在追我 救命啊 你不理他吧 他就疯狂地咬你的脚 咬你的手 你把他抓起来吧 他还知道喊救命 挺聪明的 对他太热情了吧 他咬人会越来越激动 所以说这货是属于 你理不理他 他都要咬你 总之就是不能和他见面 只要一见面受伤的肯定是我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一直没有出镜的原因 咬我他也不通 所以说他每一次都瞎死口 我是真扛不住了 他特别喜欢咬我这个手指 而且我发现他咬人的时候 咬着咬着 他就开始喜欢说话了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多说话 就要让他多咬我的手指 今天咬我也不说话 你还是赶紧滚吧 咋了 这一声笑声 是要开始说话了吗 我期待你的表现哦 小伙子 咬完我之后说话都变得利索了 太气人了 这咬完人说话的速度都快了 有效果啊 二八Q比扎扎齐 折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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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人问为什么他这两年没有学新的话 因为他年龄大了 已经不具备学习的能力了 所以说就会说这些 你要说他这几年有没有什么长进 那还真有 咬人是真的越来越痛了 所以说这不是我不和他玩弱 是他要置我于死地哦 天天都在咬我 招架不必了 这祸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疯 把我的脸给啄了一口 让我这本来就不富裕的脸 更是雪上加霜啊 没办法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各位心累啊 再见再见